大家好,我是Shenix,为大家带来Long World的游戏视频 上一期我们也是受到了应该是接到了 接到了这个月的第一个console任务 也是一个目标的一个人物的撤离 等于是护送,护送他到一个安全地点 由于是写的好像是从南非 只知道任务的地点并不太清楚任务的一个具体情况 我们是不太清楚究竟会是哪张地图 因此我觉得我这回的部队 我估计我会选上一些比较等级比较高的士兵 还是我们等级最高的两个sout 一个sout跟一个scout 另外呢可能会带上 这些人可能会,他们已经是疲劳了 这样应该是代表任务了 我估计还是狼子吧 我先去部署一下部队 等部署完之后我们再回来再见 这样我们一会儿见 你好,欢迎回来 刚才呢我也是又重新部署了一个部队 感觉上跟上一次的作战部队很相像 由于这是一个consul人物 在初期呢consul人物还是非常难打的 主要是他的敌人会 没有搞错的话应该会有thin man 很有可能会 不管是在地图上等于是 天然的thin man 不是天然,就是野生的thin man 就是本身在地图中出现的 还是说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话 会空头下的thin man 由于是thin man在初期还算是比较难对付一些敌人 我呢也是准备了一些专门的一些策略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的是 一共带了四个闪光手雷 主要是由于thin man 可能是他们的攻击的命中率比较高啊 再加上可能出席血量比较高 还有一些可能会空头下来 直接对我们进行all watch 所以说闪光手雷我觉得是不可缺少的 这样我只是带了四个 另外呢可以看八字四看点 我们也是带了三个 由于是这个任务是要护送目标人质嘛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确认 我们要前往地区呢 是clear的不要是中敌人的埋伏什么的 所以说我估计会在游戏的初期吧 游戏游戏初期 敌人还没有激活敌人的时候 等于是全图的一些巡逻点比较多 我需要多挣几个biosn 从而是确保我们部队周围的安全 这是这么一个情况 infantry呢由于是他可以开两次火嘛 还是带了一个高容量弹架 然后是基本上吧 对付一些空头下来的thin man 可能会他们有可能会直接站在开阔地方 可能是用infantry直接清掉 racketeer呢也算是 类似于是最后的手段吧 一旦是现场的状况失控 我就会选择直接是发火源炮 基本上初期的敌人一发火源炮 还都是能炸死的 这个也是不用担心 最后呢带上engineer 主要是火源炮 等于是在失控的时候用engineer 基本上带上两个高高爆出来 清敌人的眼底 然后呢再利用其他部队的射击 等于是把敌人杀死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节奏 缺点也是很明显 我们的防御性物品只有一个医疗包 没有带烟雾手雷 但是呢我觉得这基本上是 我能做出的最大的一个 类似于是平衡吧 因为毕竟是要护送目标人物吧 我觉得要是打得太防守的话 可能敌人 敌人C曼很有可能直接是冲 就是选择冲锋我们 然后同时是把目标人物杀死 这样我觉得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所以这个任务呢 我觉得一定要打得更加的 就是进攻性一些 这样这张地图 我好像有点印象啊 我先喝点水 毕竟这个任务估计会到时候会比较紧张一些 哎 这样这张地图 可以说比较有意思啊 主要原因呢 是有屋顶可以去 但是这张地图的屋顶呢 我其实 这应该是一个比较 比较经典的一个抗扫任务 可以这么说吗 总之是在anima那种中 就是我打过这个任务啊 哎我刚开始的选择呢 是直接选择往屋顶上跑 但是后来呢 发现这个屋顶上的掩体实在是非常的糟糕啊 屋顶掩体实在是太糟糕了 导致我们的 怎么说呢 就是 哎 这个帽子它跑不上去啊 哎 由于屋顶实在是掩体太糟糕了 我们直接跑上去给大家看一下 看都是一些半掩体 由于是我们需要护送这个VIP人质 VIP只有3D写 这些掩体呢 由于是只有两个 等于是两格宽的掩体嘛 它站在哪边 假如说旁边有敌人的话 都会 敌人都可能会朝他射击 而且旁边的屋顶空头的话 我们也是会被陷入一个类似于等于是 就是对射的一个情况是不太好 所以说呢 我基本上会选择走室内 这样呢 第一局 第一局我呢 会进行一个比较 比较不太寻常的 可以说是 就是一个操作吧 这样基本上全有orwatch 因为 这个人好像说他跟外星人好像是有勾结 我们也是康舍行 想把他给 哇 这是 好像是激活了 有激活吗 新门你好 新门再见 嗯 这样 情况有变啊 另外这个Cman 为什么没有爆出毒 这样有点情况有点改变 等于是这边 由于是激活了 提前激活了一组敌人啊 不能说激活 总之是遇见一组敌人 这也是一个比较棘手的一个情况 因为 这好像是一组敌人啊 就是这个赛退可能是跟下面这个他们大部队可能是分家了吧 人是最坏的情况下就是上面这个人把他激活 然后大部队在里面 从而是我们对他们束手无策 而现在看上去应该是正好在室里的边缘啊 我是直接跳起呢 会激活吗 应该不会 对 这样我希望 希望是不要提前激活这组敌人 因为 目前可以看在 我印象中啊 就是这个任务的第一回合 我们会肯定会在这个目标人物周围空梭下一个Cman 或者是刚刚把他overwatch掉 我是想在随便overwatch几个回合 是不太希望 我是不太希望等于是在 在在我把这些空头的敌人呢 去解决的之前啊 在遇见更多的敌人 这样你又是散弹枪啊 直接上弹吗 其他人呢 orwatch 看一下 主要是看一下上面这个factor 他们会他会怎么行动 猛似是直接跑过来了 这样应该会中一些overwatch 这样好像是 两个啊 还好我们的overwatch把其中的一个给干掉 但是呢 屋里面还有另外一个 也是听见了Cman的巡逻的声音啊 像这个敌人应该是在这里啊 我是不太清楚他们会 也是我不清楚那个敌人他会跑到哪里去 我也是 目前有点有点不太好 可以说我们 你起始的周围啊 敌人非常多 其实目标周围敌人非常多的话 确实是不太好 我现在不太想往里冲 往里冲的话 那边有敌人的话 再提活 再加上这个敌人 下回合再空头解敌 我们会陷入很被动啊 这样 你以为是没有子弹 你去上弹 可能这局可以扔巴多斯干的最好的人是我们的 我们的 我现在在刚那儿了 那你上弹的话呢 你跑到一个比较靠后的位置吧 你上弹 刚那儿呢 跑到原来 我现在在这里 扔一个巴多斯干的 看能不能扔过去呢 天哪 是可以扔到房顶上 但是扔房顶上没有任何作用啊 看能不能扔到尽量靠近一些吗 貌似不行啊 好像只能扔到这里 这样扔一下呢 借机看看屋内的情况 实在现在实在是没有办法能获得屋内的情况 看一下 可以说获得情报非常的少 这边有一组中 由于你是离得很近啊 直接hunker到 进行 类似于就是进行一个诱饵 还剩下人的overwatch 直接也是跑到前面 进行hunker到 刚那儿呢 你直接有overwatch 目前是我是希望这个敌人能他主动暴露给我们啊 但他要是跟我们捉迷藏的话呢 我也是没有办法 中我不太清楚 他是跑到哪里去啊 这样 可以看他好像这个地点我们是跑过去啊 应该是敌人应该是藏到了这里 但是呢 我觉得敌人有可能是进行overwatch 有可能在overwatch 我们直接尝试跑进去这家进行击杀吗 好像是 这什么情况啊 哇 好像刚才这个众是直接激活了吗 就是说刚才触发这种敌人好像还有一种 还有一个众啊 我是没有发现啊 好像这个挺意外的一个情况 这样看一下手雷可不可以 好像刚才可以炸到才不过呀 这样我就直接选择这种手雷了 因为目前 Counciler 我觉得还是先不要考虑敌人的武器 就变成了 先把敌人击杀了再说 这样好像没有什么用啊 塞推的掩体也是没有被打掉 看一下48跟48 都是相同的几率 Carbon说实话打中很有可能是 就是由于他的本身伤害比较低啊 很有可能是异地伤害都打不出来 这样只能看一下我们其他的人了 Ethan tree 刚那可以跑哪里呢 我觉得最坏情况下我们的assault可以冲到前面来 对这个重进行设计 这样我们其他人呢就尝试打这个sector 好打死了 这样剩下人呢我们的Ethan tree 好这边看看能不能把重置也打死 这个只是命中的铁 38 好低啊 好 好像真的是没有其他比较好的办法了 这边的眼底可以看都是不太好 很理想 这样可以往前冲冲上去的话 有一定危险就是触发更多的敌人 或者说让这个重自己跑过来 1234567 应该是下局他flug不了我们 叫直接overwatch吧 看看能不能让他中我们的春套 好 这是 好像是一个smg的 smg说实话打中的话 我觉得有50%几率是什么都打不出血的 尤其是 哇 尤其是伤害太低了 这种很有可能是直接减免他的 直接减免伤害 哎居然是选择朝我们射击而不是继续flank我们 这样直接把这个击杀留给我们的 我们的grenade应该是engineer 可以看98%实在是不太好 这样的100% engineer可以说或者说是手榴弹 他实在我是在我的战斗中 尤其是非常依赖他摧毁掩体的效果 但是呢缺点就是他不会获得一些很直接的击杀 因为他的回合都用在摧毁敌人掩体上了 所以说有能 能给击杀的时候还是要给他给一些 这样比较意外啊 我是不太喜欢这个这个建筑啊 这个建筑可以看右边是一些都是一些玻璃 所以说外边有敌人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危险 我呢这回是想继续吧 往这个建筑跑 然后是这个建筑这边都是一些石的墙 这是一个石墙可以说把这边的车给隔开 真正说出现意外的话等于是右边这边这个玻璃 但是呢基本上我们可以会获得的敌人的 等于是敌人的方向也基本上一方向 单方面受敌啊 这边的话很有可能是从这个方面 跟等于是前方跟我们的左边都会受敌 我觉得更加的危险一些 这样吧还是往这个建筑跑吧 房顶呢我是个人感觉不太好啊 主要是完全是没有地方可以把我们VIP藏起来 这要是一般任务的话 我估计可能我会优先走房顶 由于是VIP任务 我是必须要找一个可以藏好VIP的地方 屋内的话我觉得更加的 更加的现实一些 好像有门被踢开的声音啊 哇这边的视野好黑啊 天呐这个 这视野实在是太黑了 我也是完全不太清楚究竟是哪扇门被踢开了 不过应该是 不会是这扇门吧 我怎么看成是这扇门的样子呢 好像就是这扇门被踢开了哈 这样比较有意思了 而且看他的踢开方向是一个朝内踢开的 这样敌人应该是巡逻到了这个建筑内部啊 这样我们可能会做出一些更改吗 不太清楚 最好情况下是会我们两个部队等于是同时从这两个门突入进去 但是那边实在是没有 也是不太清楚那边的状况啊 我觉得 我们要分散一下部队 我们要分散一下部队 这样我们等于是派出 大概有两名部队吧 就大概派出两名部队吧 两个部队呢去flank敌人 然后剩下大部队呢是集中在我们这个门的地方 下回合呢准备是对敌人进行突入 突入的话我觉得让Ethan追吧 City button Rocketeer呢也是City他的 他的Rocket 他的火箭炮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差不多了吧 我们再留一个人进行owwatch 哇那边的墙刚才是这一颗手了呀 好像都快炸炸光了 这边好像是Fima 这样基本上我的部署已经到位了 但是我这回的站位不太好 发现Buzzle Scanner是扔不出去 唯一可以扔到这个地方 可以获得的信息量真正是非常少 可不可以扔到房顶上呢 貌似也是不可以啊 这样估计先等一回合吧 这个任务是完全是不用着急啊 因为是一个council那种 地图上没有mild 大家也是 诶能 可以一直在等 等我们准备好了 再去吐鲁 听那样子应该是屋内是一组三腿 然后远处的屋子里面呢 好像是一个cman那样 这样觉得差不多了 准备吐鲁 貌似敌人是已经跑了吗 还是说敌人在这个地方 那边好像是有cman 这样敌人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 这边的门可以看是被开下的 像我们的部队呢 全部跑那边进行overwatch就回了 嗯 这两个人我觉得还是先暂时的藏起来 scout 如一是 有lighting in fact 就是在外边被敌人overwatch了 也是不用害怕 你往这边跑一跑 基本上 这个火焰炮应该是 还是打不了多远啊 不过无所谓了 好奇怪啊 敌人究竟在哪里 难道说是敌人跑进这个建筑 然后又跑出去了 嗯 嗯 貌似是都跑出去了 这样就没有办法了 好像是另外这个建筑里边 里边是有一组心呢 这样没有关系啊 现在基本上我们的部队可以说是成功的突入到了第一个建筑内部 我们可以把VIP呢 尽量往前面 往前面跑一跑 好 像这边尤其是不太清楚会有什么情况 我估计是就不要不要往前进了 但是呢左边的部队尤其是一堵墙啊 左边尤其是一堵墙 然后我们可以是稍微的多走一走 基本上我觉得 另外一座建筑物啊 突入的准备 我觉得是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这样呢 你们就会跑出来 看见这个Bug Scanner能扔过去吗 哎 什么情况 哎 好奇怪啊 刚才明明能扔进去的 大概是这样子吧 嗯 好像只照到了一个C-Man吗 嗯 好的 应该是没有敌人了吧 这边拍个人把这个门堵上 因为我是不想在一会儿的作战中 等于是左边有一组敌人巡逻过来 那样还是比较危险的 最后呢我们用火箭筒 我觉得直接跑到这里来吧 好像还能伸件死退的声音啊 是跑了移动一下 然后就没有动过 这样我估计我是准备激活了 先让我们的音速会激活吧 毕竟呢它是 哇 23 哎 这个地方没法爬上去吗 好吧 我记得原来有些有些版本的这个地图吧 这个地方好像是有个管子 是可以爬到楼上的 但是现在好像是这个管子被取消了 这样我们预见了第一个CM 还是比较 其实还是比较棘手的 不过呢 我们知道了它的一个位置 这样我们等于是进行一下部署 一会儿CM呢 我是怕它进行一个overwatch啊 所以说这回呢 我直接把我们部队 所以我们的Scout跑到这边来 下一个核核呢 直接是清它的overwatch 同时呢 我们的Rugteer 跑到这边 Steady weapon Sout 我觉得你在这边接着堵门吧 刚那呢 好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啊 活活是吧 哎 不错 这样它是中了我们的埋伏 这个鸡沙留给留给谁呢 你好 我这什么情况 这是谁中了 好像是我们的Engineer 直接是中了一个Acid 他是中了一个CM的毒啊 现在 这也算是 我再跟大家再说一下 刚才我之所以进去朝它射击啊 我是觉得 它的伞弹枪 会把CM的尸体 直接是轰出去好远 从而是不会中毒啊 但现在来看 好像是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这样的就是要花时间说一下 在Long War中 CM的毒是被改成了一个酸 这些酸呢 基本上是会 假如说我们部队 行动 每次我们看 看这边是有两个行动的 一个蓝色的移动 跟一个黄色的移动 假如说我们部队呢 每行动一次的话 就是不管是蓝色的 还是黄色的 只要是你行动了 它就会受到一点的伤害 同时呢 会降低我们的命重 降低我们的 伤害减免或者说是抗性吧 会降低那个 同时呢 也会降低我们的移动 命重移动抗性 应该都是这些吧 这是我们的生物单位 机械单位呢 是不会受伤 但是会降低它的 然后叫damage reduction 还是叫resistance 我忘记了 之前一直管它叫 伤害减免这么一个东西 总之是非常一个状态 但是呢 我们中毒物的人 只要是hunker down的话 是不会受到这种伤害的 这也是跟原来不太一样 基本上呢 我个人觉得呢 在run war中 新曼的毒是变得比原来 我是感觉是威胁更大了 因为 遇见一些Cman特别多的任务 他你就会发现 他们什么都不干 就不停的上我们喷毒 我们也是很无奈 就是不得不 要是一直hunker down的话 我们发现我们不对 什么 就是什么都没法做 Cman呢 会一直不停的等于是 朝我们 就是像冲锋之类的 这是没有办法 这样 由于是 现在这个目前是中毒 它还在毒物里面 而且是没有掩体 所以说我真是什么都干不了 我连 连overwatch的话 都会受到伤害 所以说这也是比较 比较危险的一件事 这样只能是直接跳过 它就回合了 听样子那边还有一组 Sectoid的样子 这样我知道是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医疗的 医疗包的一个包扎 它从而是减 等于是清除它的毒物 但我觉得 有必要吗 我们已经等了两回合了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 我们再等一等就可以了 想急着跳过 好像这回是毒是没了 也是等了半天 终于是没了 这样可以继续前进了 可以看撤离地呢在这里 我基本上呢 我的想法是直接是 这个门已经开着了 假如这个门没有开 基本上会把我们的目标人物 等于是放到这里 然后下局直接是dash过去 但是现在又是门开着了 估计可能要稍微小心点了 Yes ім 像这是两组敌人吗 应该是不是房顶上边就是这个建筑外边有一组敌人 另外呢 刚才我们的应该是扫的 平均那边还有一组敌人 我们再清楚这是同一组敌人 他们移动的非常快 还是说这是两组敌人的样子 这我就不得知了 这样呢 我们先去移动到这边 然后我们把巴克斯感染成果 就先起码是要知道一下 这个后边究竟是一个什么状况 貌似只有两个塞退啊 是真的只有两个塞退吗 还是说房顶上还有更多的埋伏 我是不太肯定啊 但是目前来讲就先默认为这个样子吧 像这几个塞退他们有可能激活的话 他们有可能拿哪些东西装给掩体呢 这边应该是没有敌人的吧 我还确定啊 由于是不确定 我估计我会冒险吧 好了那边的话 万一遇见一组敌人的话 还是非常危险的 这样这边 我觉得应该也是差不多了 我们的赌门认为已经是完成的差不多了 我估计等这组敌人激活的激活的同时啊 我可能选择是同时出目减 人质呢 稍稍先跑一跑吧 好像又收到空头了 哎 由于是我们的一个 这是一个carbon 伤害还是比较低 这什么情况 哇 这是怎么空头到室内的 这是什么情况 有一点不太不太真实啊 居然直接空头到室内了 这样等于是两个人激活 那边一个thin man thin man的话 我觉得暂时 他是空头到这里吗 还是说别的地方 暂时你还是先堵着门吧 然后呢 我们的闪魔手雷可以扔 看一下扔的距离啊 貌似不太理想 可能只可能只能炸到一个 甚至是两个人谁都炸不到 这样就没有办法了 还是回来吧 这局呢 那我估计我们直接是选择 等待一回合 直接是 还是有没有比较好的掩体可以拿 帽子没有什么好掩体啊 哎 你是不是搞的 说了 我们的 看哪 就是你直接刺激 weapon吧 另外呢 我们的 Grenadier 我觉得 跑到这里来overwatch基本上会被敌人马上发现啊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假如敌人跑到 冲到这个地方啊 应该是出发不了overwatch 但是他还能向我们射击 那个 Grenadier 人质呢 由于是 敌人激活了 稍微往后躲一躲吧 再看一下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移动 另外一个人呢 哎 这个好像直接可以打到啊 但是我们可以在这边直接flank的 74 这个只能只能堵一堵了 然后打到了 这样外边应该是一个 Cman吧 应该是个Cman 我们跑出去 另外一个Cman呢 Cman好像在这里 这样估计 这个战斗应该是结束了 当然前提是不能触发更多的敌人 应该是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散弹枪最最差的情况下会只打出4点伤害 但是 我们看一看吧 还好打了6点 这样让其他人也是给他们一些机会吧 假如说你们把这个鸡杀杀掉的话呢 就算你们的吧 你要是杀不了的话呢 我们直接再拿 打不到 我们再拿散弹枪 捧弱 好像Scout直接解决掉了 这样目前地图上激活的敌人应该是都已经 都已经被消灭掉了 好像是又激活了 但这个是怎么激活的呢 这边有视野 从这里看着呢 好奇怪 我们感觉这扇门是又是怕不掉了 不过无所谓 对我们看一下 这样 我觉得这两个敌人直接扔手楼弹 应该是能把他眼睛解决掉 然后从事击杀应该是不会特别难 最差情况下 Massaut可以直接往这边跑 进行一个flank射击 但是这边要是有敌人的话 我也什么太好的办法 其他成员呢 这边可能会中毒物啊 算了我们先去看一下这个手雷吧 还是爆炸 跟着 好吧 我这些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么惊诈 我觉得就是一些 书柜子 这是卖 这是在卖什么 我这是书店吗 还是 电子商店 音像商店 我这些东西这么金的啊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居然是一个 一个手榴弹是什么 什么反应都没有 他没有办法直接 把你们都闪个手雷 这个距离下 中闪个手雷 他们 他们移动是 弗兰克不来我们的 所以说 闪个手雷 基本上这局呢 先去 先撑一局吧 下一局呢 我们再再去看 通过一个 两段的移动 总是把这边的 毒物的 规避开来 这边应该是 中不了毒物的话 但是呢 我们也是需要一个 两段的移动 刚那儿呢 我觉得你的 岩亭应该就没有那么好了 吧 这边的 Racketeer 我觉得 随便往前跑一跑吧 然后 4D Weapon 我们的VIP 跑到一个 扛不见敌人的位置 像刚才总部提示说有空投啊 这是投到了 哇 嗯 不太好 我知道 我知道大家在想什么 直接一个魂跑 好 觉得好像是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 应该只能是 只能是大魂炮了 这应该是能炸死吧 没有掩体啊 敌人现在是没有掩体在 空当中 应该是能炸死 要是炸不死的话呢 还要炸死吧 要炸不死的话 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回到这边的战场 这人在偶尔卧下 但是呢 他由于是之前中了赏手来 再加上我们有Lightning 应该是打不到的 哇 这么大一个洞 这样尝试一下射击吧 打死了 还剩下一个人头 还是老样子 让其他部队尝试击杀 要是杀死了就杀死了 杀不死的话 我们再去flank 这样应该是差不多了 看我们运动人物呢 好像是 下回合啊 下回合他就是可以直接 是直接是撤离了 这样呢 我们让 我们的SOT直接跑到 离着他比较近的位置 防止下回合 应该我猜测 敌人可能还会进行空投啊 但敌人空投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是 先尝试对敌人进行击杀 击杀之后再去撤离 实在是 假如 就是情况实在是危机的话 我们就直接是选择强行 然后先撤离 这貌似是敌人是没有了 直接是 敌人的外星回合 回合 是一瞬间就结束了 这应该是 这个任务已经是完成了 好像有人升级了 刚那升到了第2级 第2级呢 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等级 一般呢 我从来没有学过covering fire 主要是他写的这是一个 就是这个需要我们进行 overwatch才会触发 才会触发他的covering fire 但是一般我我用 刚那主要是在不停的 对敌进行火力压制 所以说他的触发 几率不是很多 主要是这么一个问题 刚那在初期的刚那 我一般会选择用选择 选择这边那个flash hollow targeting呢 可能到后期的一些刚那 我可能再会再去给他们学啊 因为主要是初期hollow targeting 我们就有scout了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是 学一个hollow targeting在Gunner 在初期的Gunner上 主要是Gunner初期 可以看他的命中也不是很高 之前也是出现过一个 90%多 还是70%多 80% 总之是一个离着很近的 一个flag射击 是完全没有打到的情况下 但是那种情况下呢 我们要是有flash的话 它是虽然是攻击力比较低啊 但是呢 由于Gunner本身呢 自身杀伤力就很高 所以说对付一些血比较少 但是 又在眼底下的敌人呢 还是用flash来收人头 还是不错的 所以说初期Gunner 一般我是 我一般是习惯用flash啊 这样获得了三个斯曼的失敌 这样看一下从之前应该是获得了一个 Sniper 我真的不知道是哪个 我们这边有很多很多个 好像是从南非 应该是从南非过来的吧 这样 哪个是南非的国旗呢 这是英国国旗 我知道 这是南非的国旗 这个是南非的 12350 我们可以看上他经验 这是122 应该不是他 他要是 这是122 可能是这个人啊 这是南非的国旗吗 算是长见识了 来清 不过 122 究竟哪个是南非国旗 这是这个人是122 这是南非吗 可能是啊 不过 只是有点好奇啊 从现在来看 我们的 我们大部队啊 可以看这边是有很多的一些 疲劳部队 这是之前 之前说有一阵任务比较少 大家可能是没有决出什么来 但是目前为止呢 这些人 可以说都是一些潜在的 都是可以再出任务吧 但是一旦再出的话 他们会从疲劳变成一个受伤 也就是在没法出任务的 需要等 等更长的时间才去恢复 所以现在我们能出任务的人 只剩下这么多了 也就是 也是在跟大家提一下吧 Longward中 由于是 我们队员会有疲劳 所以说 一定是不能满足 就是一些 五六个 核心成员 一定不能满足 当然核心成员是需要的 因为每个月会来 一些比较难的任务吧 其他人这些轮转一定也是要做好 这样 看也是差不多了 接着 扫描吧 应该是没有什么 其他事可以干 应该是没有的 我们接着扫描吧 看我们实验室能不能造好 这样实验室好了后 应该是没有其他可以再去挖掘 或者说是 我觉得是目前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直接跳过吧 一架小型的侦察 UFO是在低轨 低轨道 我猜测这应该是 进行一个轰炸人 还是尝试 对他进行 拦截 这个还是用 aggressive 啊 天哪 真的是非常恶心啊 我可以看我是已经是 我已经点了 刚发生情况就是 我已经点了这个abort 就是直接是放弃任务 但是好像我点了后 这个侦察机好像是反应慢了半拍 结果是在它处理之前 是受到了一次 受到了一个伤害 像是可以看 这么一点伤害 需要六天来维修 真的是非常的要命 而且刚才的 大家的射射击 真的是非常的 非常不好 打了这么多炮 好像谁都没有打中谁 最后是我们被敌人打中了 我天哪 好像最后一击是被 有点是暴击了 可以看是 也算是有点 这是拉过中应该是新加的 就是说我们的双方的武器 飞行武器也是会有几率爆击 我见过最严重的爆击是大概还剩半血 直接是我们的拦截机就直接是被爆掉了 非常的非常危险 当然这也是几率表低啊 但是现在呢就有点问题了 我们刚才的拦截 说实话是运气不太好 一般我的拦截 可以看这个是19天 真的是将近20天 20天等于是没法出任务 我估计以后再出来 再出这些小型侦查 要负货的话 我们也是没问题的拦截了 所以说现在呢 我们需要急需再订购 一架拦截机 这样这个卫星 我们就直接取消就好了 再定下新的拦截 可以看是非常贵 一架拦截机要200块钱 而且维护费是每个月高达40 真的是非常的贵啊 这样 我觉得三天后 三天内还会再出 才出现新型的UFO吗 还是我们现在需要把 我们的导弹给去重新装填一下 我再重新换一个导弹吧 这个只需要12小时啊 这样我们看一下 UFO的一个坠毁 36个小时 我们看一下兵营 兵营有没有一些 好像有一些等级比较高的士兵啊 这边是需要等两天 48小时 应该是来不及了 可能是来不及啊 但是这个SOT可以等18小时 从而是把他带上战场 这边这个Scott 也是可以等一等 这样这个人叫Joanna 我们再扫描一下吧 好像是来了一个Consul人网 是让六个Z2的尸体 换一名科学家 这个基本上在Long World中 我们唯一的可以就是 获得科学家的主要方式 从不是原在原版中这种 就是每个月月底 通过卫星来获得 就是科学家 从而是必须是变成这种 从就这样子用Consul任务来获得 好像还没有 好像是Joanna 他已经是休息好了 这样我看这期真的是很久了 但是没有办法 毕竟是Long World 有些东西 我是真的是不太敢提 真正说出现点问题的话 Long World 尤其是 可以看这些 现在大家可能看不出来 一些士兵可能是 疲劳 需要疲劳5天 一旦受伤的话 我见过 比如说 受了一个致命伤 有时候你要休息一个多月 真的是一个多月 我见过好像最高是休息要38天 在医院里待着 真的是非常要命 假如说士兵受伤多的话 非常容易影响我们的 士兵的一个循环的轮转 也是非常要命 所以说 我是不敢去调尸精心 还是该怎么打就怎么打 不太想去贸然提索 先跟大家再说明一下 这样这期贵有道理了 下一期呢 我们去看这个小型 UFO的一个坠毁 这期呢也是相当喜欢 这样我们下期见